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电子材料咨询公司Taxit的最新数据显示 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预计在2025年实现8%的增长 并将在2027年前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 这一增长趋势是在2024年市场小幅反弹约5%的基础上实现的 在过去18个月中全球领先的设备供应商 包括LAM Research、Applied Materials、东京电子TEL、ASML、KLA、Cocusei、ASM International 日历高科技和Screen Holdings等一直在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 在此期间晶片制造厂Fab因调整投资策略将资本支出减少了7% 尽管大多数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在2024年实现了收入增长 但ASML和日历高科技由于曝光和计量设备市场需求的波动 出现了轻微的收入下滑 整体收入增长反映了行业对先进及此外EUV曝光技术、原子层沉积和石刻技术的持续投资 这些技术是下一代半导体生产的关键 晶片制造厂资本支出的下降表明 晶片制造商在宏观经济环境、库存调整和地缘因素的影响下采取了谨慎态度 许多半导体制造商正在优化现有生产线 而非积极扩大产能 这也影响了新设备市场的订单 不过Texit预计半导体设备市场依然具有韧性 主要受到人工智慧、AI、高效能运算 以及先进逻辑和存储技术需求的推动 尽管晶片制造厂在短期内可能会调整支出 但长期来看 对尖端半导体制造的投资预计将继续支持行业发展 并推动设备及相关备件的增长 另外就在近期 英特尔公司股价飙升超过20% 引发了市场对其可能拆分的猜测 作为美国领先的半导体制造商 英特尔的未来不仅关系到其自身命运 更关乎美国在全球晶片产业中的地位 由海外媒体指出 此前的拜登政府通过晶片与科学法案 投入520亿美元以重振美国晶片制造业 然而尽管吸引了台积电等全球晶片巨头 在美国投资建厂 但在实施过程中 商务部的拖延和资金限制 使得这一计划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两年来资金分配缓慢 附加社会目标 以及对所有权的严格限制 使得拜登政府的努力最终未能成功 与此同时 英特尔作为美国晶片产业的中流砥柱 却在过去几年中陷入困境 该公司既以厚望的前执行长 于去年11月底被解职 董事会缺乏寄人计划 公司不得不依赖财务手段来 在短期提升股东价值 英特尔曾经凭借其独特的一体化设计 与制造模式称霸晶片市场 但如今 其在晶片制造领域被台积电超越 在晶片设计领域也被灰达 AMD等竞争对手赶超 英特尔的衰落不仅影响其自身发展 更可能危及美国在人工智慧等 关键运算领域的长期利益 在此背景下 川普政府试图接过拜登政府的接力棒 推动英特尔的重组 据媒体报道 川普政府正在施压台积电接管 英特尔的制造工厂 然而 英特尔的全球供应链网络 包括美国亚利桑那州 俄勒冈州 加利福尼亚州 以及正在建设中的俄亥俄州 爱尔兰 以色列等地的工厂 总价值高达1000亿美元 尽管规模庞大 但英特尔2025年的技术 已至少落后台积电一代 其主要客户如徽达和高通 也不愿与技术落后的潜在竞争对手合作 分析人士指出 台积电收购英特尔制造网络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除非美国政府施加巨大压力 甚至以台湾的安全为筹码 即便如此 台积电也可能会要求美国政府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并要求苹果 亚马逊等美国主要晶片设计公司 向英特尔工厂下单 即便台积电愿意接手 其最先进的研发和制造能力仍可能保留在台湾 而英特尔的大部分研发和制造员工可能会被裁员 工厂也可能被关闭 这一结果显然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 首先西方领先的晶片制造商必须将研发中心设在美国或西方 而非台湾 其次将先进晶片制造的全球垄断权交给台积电 将对美国的领先设计公司造成严重打击 尽管这些公司目前依赖台积电 但长期来看 与美国本土代工厂的竞争 对于维持过去40年的创新竞赛 以及保持价格竞争力至关重要 英特尔曾在过去引领晶片行业 其基于现有工厂的美国代工模式 也有望在未来重新崛起 然而将先进晶片制造拱手让给台积电 不仅不符合美国晶片产业的利益 也违背常识 这种做法可能会为川普政府解决短期问题 但最终会给美国和西方世界带来不合理的风险 分析人士认为 正确的解决方案是美国政府坚持要求英特尔 拆分其设计和制造业务 政府应要求英特尔董事会将制造业务 出售给美国或西方的私人投资财团 为此美国政府需提供 约100亿美元的资本支持 以非投票股权的形式投入 让纳税人分享成功带来的收益 类似于2008年银行救助计划 此外 英特尔的设计业务 以及美国其他主要晶片设计公司 必须提供订单保证 所有领先的晶片设计公司 都需要第二供应员 而基于英特尔资产的健康美国代工厂 是最佳选择 分析人士强调 台积电作为全球领先的晶片制造商 与之竞争符合全球利益 然而将先进晶片制造 完全交给台积电垄断 则并非如此 目前 尽管受到美国对中国 AI晶片管制措施 以及川普第二次上台后 持续推出关税等政策的压力 但台积电的营运表现 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反而 1月下旬 在台湾发生的多起地震 对台积电的营运表现 产生了一定影响 据报道 供应链消息显示 2025年第一季度 台积电300米制程的驾动率 接近100% 5奈米制程的驾动率 达到105% 成功弥补了16奈米12奈米 7奈米6奈米制程 只有60%至65%驾动率的不足 此外 代工价格的上调 也足以抵消16奈米12奈米 7奈米6奈米制程驾动率 仅六成多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台积电此前披露 受地震影响 预计2025年第一季度的收入 将接近250亿美元至258亿美元 指导区间的下限 毛利率仍将在57%至59%之间 营业利益率预计为46.5%至48.5% 全年展望维持不变 供应链业内人士称 台积电手机猜测为所下调 主要得益于其拿下了全球客户7奈米以下的大量订单 此前台积电预计2025年将迎来强劲增长 全年营收有望迈向千亿美元大观 未来还计划挑战2000亿美元营收目标 其中 AI相关营收将实现翻倍 预计在未来五年 营收将以接近20%的年复合成长率稳步增长 总体上看 供应链业内人士分析 台积电凭借手中大量全球晶片大厂订单 且在市场中缺乏强劲竞争对手 关税和客户竞争对其影响较为有限 当前台积电面临的最大挑战或许是一系列关于在美国投资的传言 例如美国政府要求其进一步扩长 以及在英特尔复兴计划中台积电需要承担的责任与角色 然而尽管面临系列挑战 但台积电的增长预期仍较为强劲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